文楽 好 在我們節目裡頭 談的都是家裡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家裡會有產婦 也就是生產的 對 但現在大家生產完了 都會注重在你瘦幾公斤啊 然後你有沒有產後憂鬱症 其實產後有很多的事情 因為時間的不同 社會風氣的不同 有很多事情可做 可不做 好 現在又有月子中心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兩位 他們是同一個月份生肖 恢復得都還不錯 恢復得很好 完全看不出來 是去年同一個月嗎 還是 今年3月 3月 我3月幾號錄 他還來上我第一集 然後雙胞胎穿個短褲再來 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其實身體就已經有點吃力了 那個應該是我生產前的最後一個 唯一接的通告 然後我想 我說他能來嗎 他就真的來 但是也沒有像雙胞胎那麼 生完了以後更看不出來 感覺上他那次來的時候 是裝了一個假的 好 恭喜 恭喜 謝謝大家 好 現在雙胞胎 子萱 你們兩個是同一個醫院對不對 同個月子中心 同個月子中心 同個月份生 對 而且也同一個醫師 對 然後我們也在同一個地方拍孕婦照 孕婦寫生 孕婦寫生 來的時候 他很年輕 對 對不對 因為像我們通常來的時候 就是都生不出來 想辦法生 怎麼弄 那妳是很年輕就懷孕 但是他很年輕他就有 子癲前症 然後又認成高血壓 對 然後生完之後 問題好像也沒有比較少 對 就小朋友碰到那個後頭軟化症 加舌頭厚導 然後現在在復健 好 我們再來介紹月子中心的護理長 小燕姐好 其實 陳寶仁醫生是婦產科醫生 他生完了就交給月子中心對不對 差不多 要看哪個部分 如果是媽媽的產後照護 在醫療端會做完 小朋友要看情況 小朋友如果穩定 才會轉到月子中心 媽媽多數三天到五天如果沒事了 大概就會到月子中心去做一個 度一個月的小假 度小假 聽起來好像很開心 其實沒有這麼開心 但是總比回去以後 一個人面對又更好一點 對 對 是不是 好像在月子中心好一點 對 我想月子中心是 其實說起來 當你回家以後 你會發現月子中心正是天堂 對不對 對 像我其實都已經離開月子中心 好幾個禮拜 我小朋友還在月子中心 你在逃避嗎 對 其實心裡是覺得說這種日子 趕快好好把握跟珍惜 不過其實是不得已的 因為我們就是 突然雙胞胎 就是一次兩個 然後我們家裡要趕快 就是弄他們的房間 所以家裡施工 沒有想到施工 越來越大 然後整個把家裡幾乎都快拆掉 全部重新弄一次這樣 然後所以 家裡現在像工地都還回不去 對啊 對啊 就為了小朋友改把房間 算是妳是故意的吧 對 真的月子中心可以擺那麼久嗎 衛生局是規定兩個月以內的 我們是脫收兩個月以內的寶寶 所以超過兩個月以上的話 可能就要回家 就要回家了 對 差不多他們現在 已經快兩個月了 所以 不對 超過兩個月 回到拖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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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他們一直打電話 結果我三個月 可是要 你如果是早產兒的部分 還有算矯正周數 所以可能時間會再長一些些 好險 好險 對啊 子玄 這個 你生的時候沒有危險吧 因為你有怎麼癲癇 指癲前症 對 我到後期的時候 突然有一整個月的寶寶 都沒有長大 就功課數跟上個月一樣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我真的不能再吃鹽巴 一定要每天少鹽 多喝水 不可以喝飲料 所以後面一整個月 都是照醫生的營養餐在吃 所以後來有順利生產 不然那都沒有長大 好可怕 媽媽聽的壓力很大 尤其長輩如果在旁邊唸的話 不是 她因為你說這種 這麼年輕就是高血壓 這是什麼 一般人都會有個誤會 覺得高齡才會生一堆懷孕的病 其實你錯了 只要懷孕 就有生產的風險 只是高齡的確風險高一點點 像她的情形是叫做指顛前症 指顛前症的基本概念 它是一種胎盤的疾病 什麼叫胎盤疾病 胎盤本來是要跟你 在母體跟寶寶之間 它是一個橋樑 可是這個橋樑 如果阻力大了 血就過不去 血過不去 寶寶會跟媽媽說 你沒給我養分 所以媽媽的血壓就要高 要一把他灌過去 同步這樣血壓高的過程當中 寶寶還是吸收不到養分 所以他的成長就會遲滯 你血壓高就衍生一堆問題 血壓高你不要認為 只有血壓這件事 它會影響肝功能 腎功能 甚至腦的出血 如果到嚴重的時候 腦的一些東西不太穩定 它會衍生抽筋 就叫子癲症 好恐怖 他好生完了 對 他好生完了 無知有時候是一種幸福 真的 可是我跟他剛好相反 他又年輕 然後又看起來應該是 又低胎 應該雙況是很好的 對 但是我反而是 我又比他高齡 然後我又多胞胎 雙胞胎其實更危險 然後我第一胎 我又差點有那個 認成糖尿 然後 所以各個看起來 我都應該是比較有風險的 可是我卻 我這一胎卻生得 就是順順利利的 對 而且我胖得很多 我胖了 我從那時候懷孕前 46 47公斤吧 到要生之前大概72公斤 天啊 可是他雙胞胎 不過我先講一下 雙胞胎 我們大概會 跟一般的單胞胎 我們建議是可以多 兩公斤到三公斤 單胞胎大概16 你們好要求 對啊 好少 真好值 所以雙胞胎大概15之內 是可以接受 我剛剛先算了一下 你26 那26其實是因為 他是媒體人物 之前太瘦 我們以前遇到這種 本來被克制的太瘦 所以我以你來講 你46 你的身高 以前合理55 是比較可行的 所以如果倒算 你也是17左右 太少了 這是 這是我們家雙胞胎 你說不像 有點像 這一張看起來特別像 他們兩個為什麼不像 不知道 我一度也覺得說奇怪 為什麼就是不像 而且明明就是雙胞胎 可是他這張照片是有像 我後來才發現 其實好像因為是有一個像我 這是因為我們那個月子中心 很多雙胞胎 對 真的嗎 同時三對 這樣看就有一個不太一樣 是左邊那個 你是藝卵嗎 藝卵 對 因為我是做那個試管的 試管是 藝卵就不會像 一點點像 但是不一定 就沒有童卵那麼像 童卵是Copy出來的 藝卵要看當時的心情 對 對 可是你是做試管的 對 試管嬰兒現在 在這幾年有個趨勢 那做試管是醫生做對不對 我們是 我們比較像廚師 把兩個材料燉在一起 然後混在一起 再幫他放回去 所以那個時候 是要看醫生的心情好不好 對 也要看醫生的手藝 對不對 試管的對不對 對 因為像我就會覺得說 我已經生了一個 我已經生了一個兒子了 妳的兒子好可愛 對 小餅乾 對 現在最可愛的時候 以後就怕不可愛了 可是醫生也知道 我懷一個兒子了 他也說妳有懷一個兒子 我說對… 我想說他應該會知道 就是不要再讓我一次下一胎 再懷兩個男生吧 結果沒想到還是讓我懷兩個男生 他也沒辦法知道 這個有時候也 不是我們可以克制 克制 這還是要怪到妳先生的精子 那個 不要往身體跑太快 是不是 對啊 其實他們以前常講說 你的肚皮生不出女的 或生不出男的 都要怪女生 其實嚴格說起來是男生 標準答案還是在跟精子有關係 的確是取決於男生 所以就是你們男人 就是嘛 是不是 不要怪我們女人肚子 對 不過我的人生邏輯 以及科學驗證告訴我們 多生幾胎 一定有妳要的性質 再多努力一下 是要生了幾個 我跟你講 在以前的年代真的生很多 我以前有一個老演 我們叫他王 反正他生了七個女的 他的心理就是跟他一樣 就多生幾個總會生到他 生到第七個 他老婆說我生不了 所以這樣也是七仙女 對啊 可是現在 小燕姐講這個是 很多很新的觀念 當然在台灣因為好像感覺 大家喜歡生男的 其實不然 我們在臨床經驗 我們跟日本很像 我們現在在臨床上 第一胎他想要性別 其實六成以上是想要女生 女生 對 真的 因為爸爸愛太太 所以他很希望女生來彌補 在國外也是一樣 我們叫Family Balance 就是他可能是已經有兩個男生了 他想再生下一胎 可是他也希望可以選擇性別 他選擇性別不是單純為了男生 他反而要女生 所以Family Balance 目前也是在所謂的四館嬰兒 也被討論在內 是不是可以藉由因此 來選擇你要的性別 他不是為了性別歧視 他是總是家庭要平衡 他希望有不一樣的性別 對 像他三個男生 我都覺得以後你的日子很苦 應該很苦 大家都叫我把天花板修好一點 以後就掀起來 真的 其實你的小孩一生下來 就有什麼猴頭軟化症 就有軟喉症 這我第一次聽到 猴頭軟化症 其實它是一個名詞 其實它的意思就是說 有的新生兒剛生下來 你不要認為新生兒已經 Ready去應付整個世界 包含它的呼吸 像它肺泡也沒那麼成熟 它的鼻翼 有時候你會看到小朋友 在呼吸的時候 鼻子都會塌下來 它一個是呼吸道 甚至它的腸胃道 它都要時間來練習 呼吸道像咽喉 有時候肌肉還比較軟 常見比較早產 比較瘦一點的 其實有時候有這種機會 如果真的太嚴重 的確就像子璇的 它會影響到它的呼吸 有時候會喘不過氣 甚至臉黑掉 真的不行 大概就給一些氧氣 所以我想子璇在家裡 甚至 我聽起來它稍微嚴重一點點 它可能居家 還有一些氧氣的設備 它是猴頭軟化症 然後加舌頭厚導 然後它生出來的時候 這兩邊又沒有肌肉 所以等於是這邊 好像都沒有發育得很好 所以現在就是 醫生把它治療好了 可是看起來很可愛 不可愛 但是它就要帶那個 叫做High Flow 就是給它壓力 然後撐開它的氣管 帶到大概六個月左右 等它發育好 才可以拿下來 我們的呼吸道本 應該像一個軟骨形成的 鋼骨結構撐著 因為它現在肌肉跟軟骨 還不太成熟 所以有時候 一用力一吸會塌陷 它必須用高的壓力 把它撐開一點點 不過相信時間會 可以過了就好 當然有少數的一些症候群 像羅賓氏症候群 剛剛提到 下巴整個比較萎縮 裡面比較沒有 可是因為我知道 你已經在北榮看 北榮是台灣目前看這種 先天的異常的重症 所以如果它 你的醫生都沒跟你講 後續的 大概就是很單純的 新生兒的猴頭軟化症 沒有發育好的關係 對 時間會治療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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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台真的 我覺得它會很害怕 我想在院子中心護理長 一定遇過很多緊張媽媽 或者嬰兒 但是你說這裡面壓力最大的來源 其實不是孕婦 也不是先生 是公婆 長輩的壓力 因為有時候我們已經很努力 在做照顧養育都在學習了 可能像你今天很認真的 在學習親胃 在做磨合 你非常非常努力的認真 心生兒本來就會有 剛開始會有一點脫水 親胃脫水的症狀 可能長輩不曉得 然後來看了 就問你今天多重 你今天跟他說今天三千 他說昨天不是三千零五嗎 所以你的母奶是不是有問題 就是你餵的不好 沒有營養 你吃的不好 真的一句話 媽媽就從天堂掉到地獄 我覺得給媽媽最好的其實就是關心 但是關心不要化成語言的壓力 尤其沒有一個媽媽 故意要把小孩搞得不好 我們面臨太多了 甚至小孩的成績的進展 他都會有很多的害怕 我舉一個小故事 為什麼我覺得月子中心的人 我們的系統一直沒有 大舉開發月子中心 覺得很難是不是 第一個月子中心 有太多人的關注 你要了解 你去飯店住一兩天 你會覺得飯店好漂亮 才怪 因為你就會開始挑一些毛病 另外成長那麼久的時候 我舉一個例子 曾經我們有一個生產丸 後來是姐姐投訴 他說我路過你們的嬰兒室 我女兒我妹妹的小孩 哭了一分鐘 竟然沒有人理他 讓他在那邊哭了一分鐘 其實我們嬰兒室很忙 很忙的 對 如果小朋友哭難免你不可能忙去處理 只要不是聽起來太糟糕的哭 所以一定會慢慢處理 他說竟然哭了一分鐘 現實生活 以後你小孩 你會哭一分鐘之內 有時候一聽 你忙得要死 你也是先讓他哭一哭 反正你東西再處理就好 可是你看旁人的要求 就竟然哭了一分鐘 才去處理 就開始投訴 或者是說他在哭 類似怎樣 類似 你懂嗎 這是姐姐 可是我們後來就去請問家屬 媽媽 媽媽說很好 這邊住得很快樂 其實這個哭一分鐘 還好 我也說在旁邊也是一分鐘 你就知道 這旁人壓力 常常是沒有照顧人的壓力 因為真的照顧 你就知道 有些東西不可能做到100分 對 可是在月子中心 這個 月子中心其實要教你們很多東西 要 非常的多 因為新手媽媽應該是完全 都沒有面對過新生兒的部分 不管是自己身體的部分 其實從來沒當過媽媽的話 你身體整個的變化 胸部 乳膀 子宮 真的就沒有那個經驗 你要學習照顧自己 又還要照顧一個新生兒 在我們的機構裡面的話 它是會有一整套完整的系統 從媽媽入住開始 從第一天到你出住前 到你可以回家之前 除了學會照顧自己 也要學會照顧你的寶寶 所以衛教 衛教 內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這30天是在上課 對 媽媽在月子中心是很忙的 很忙的 然後還有課要上 然後還要餵奶 對 要擠奶 然後根本就沒有時間 好好照顧自己 媽媽很可憐 我覺得 在坐月子的時候 能不能擠出奶來 好像這個媽媽的這個 這個最頭痛的 有的人擠得痛了 有的人擠不出來 有的人擠太多 對不對 對 我常常都覺得 我常常都跟人家講 因為像我妹就一直問說 擠奶到底有多痛啊 這樣我就跟她說 生小孩的那種痛 所以就是有點像 突如其來的那種 大的意外的那種災害 就像一個很大的痘痘 對 裡面都是濃 會擠出來 好恐怖 可是擠奶的話 是一個長期的折磨 身心靈的折磨的感覺 很多媽媽都說生產比較 還可以應付得來 但是擠奶的痛 遠比生產的還要更痛 很多媽媽都是這樣反應 因為那是個長期的折磨的感覺 我以前講過 這個懷孕待產有時盡 產後綿綿無絕期 無絕期 對 產後綿綿無絕期 其實很長一段時間 是在乳縣 就是脹奶這段時間 而且脹奶還有另外一個壓力 叫人比人 氣死人 你本來擠已經很認真了 看到隔壁 你會有很多的壓力 對 就是去交那個 你好不容易擠了母奶 然後你就到那個嬰兒室 要去交奶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 對 而且上面都還沒寫名字 就默默地擠的名字 都擠不出來 用各種方法都擠不出來 護理師擠了 媽媽擠了 老公擠了 十幾個人擠過我的胸部 就是塞住了 最後他們說 塞住輸了一層 其實乳縣為什麼會發言 不外乎不暢通 對 產生產 就是產生太多來不及產出 最好的擠乳器 其實是寶寶的嘴巴 對 但是因為大家有時候太心疼寶寶 我自己在觀察 這個寶寶一生下來 大家很喜歡他 可是大家也會很害怕他 覺得像我自己的小孩 生下來第一天從月子中心 回到我家的時候 我永遠都記得 大家很怕寶寶會感冒 那天剛好寒流 我就把全家買了電暖器 然後房間都弄好 結果回家一直哭鬧 兩個小時沒有好 為什麼 我就 婦產科醫師也不是都會照顧小孩 所以我後來 太熱 婦產科醫生指揮健身 我後來就真的就他講了 我就把我娘家那邊 跟一個專業的嬰兒室的護理長挖來 他一到我家 這麼熱 那個電暖器關掉窗戶打開 我小孩突然一秒鐘秒殺就不哭了 所以就知道 有時候我們對他太照顧 其實是造成一個錯誤的處理 處理 這麼簡單的事情 對 還要挖一個人過來 我後來就說了 我也很認真的去看 因為書上沒寫 你知道 我跟你講 書上寫的 也有很多是馬後炮 這樣子 對 好 就人家發生的事情 但不一定會在你身上幫上 所以每一個人可能都是有一些 全新的經驗在裡面 但是現在很糟糕就是 比如說 Ella懷孕還在那跳舞 對 對 大家也會看 對不對 我都說我要在水中生產 就很多的大... 這個有名的人都會有一些新招 好 我看一個新聞 這裡有一個孕婦 在懷孕35週的時候 你看她在幹嘛 女子在健身房舉重運動 看得出來肚子有點大 但這可不是太胖需要減肥 而是她已經懷孕35週 肚子裡有小寶寶了 這位25歲的準媽媽姜敏 除了舉重 各種健身器材也不忌諱 原來懷孕前她就是健身房的體健隊選手 而後面這位身材魁梧的男子 正是她的先生 同樣在健身房擔任教練 夫妻倆都有運動習慣 因此就算懷孕 一天沒運動也會覺得不舒服 這是我平常會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懷孕不是生病 不是病人一樣可以做 江明玉才齊在下個月底 但目前體重56公斤 只比懷孕前多了3公斤 他說靠著重量訓練 除了懷孕初期有孕吐 之後就沒有任何症狀 其他會員看了覺得太瘋狂 但醫師卻很認同 醫師表示 重量訓練確實有助於自然生產 也能減緩孕婦的各種不適症狀 但隨著懷孕週期增加 還是得配合有氧運動 適度降低強度 並向醫師諮詢 才能讓媽媽跟寶寶同時都動得健康 好 因為這個新聞我就覺得 現在大家都有運動的這個 習慣 而且就都覺得一聽說 只胖了這一點點 拜託 生孩子不是在比重 現在大家都把這個 你生前幾公斤 生後以後馬上 生完了以後馬上就恢復了 這個變成最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安全最重要 健康最重要 剛剛那個孕婦 因為她講了她一直就是娶 這個我先補充一下好了 到底孕期能不能運動 其實這個議題 醫界一直在關心 2013年美國婦產科醫學會 做了一個很好的整理 但是老外的 老外本來就有運動習慣 有三類運動我們來討論 他所有研究告訴我們 有氧運動最好 有氧運動可以減少 寶寶長太大隻 然後你高血壓 有氧運動是什麼運動 有氧運動就像 你在體能運動裡面 包含會跑步 讓心肺能量消耗增加這一類的 有氧運動證實是最好 它對於骨盆的不舒服 腰酸背痛也有改善 在疾病端它是有的 但另外兩類就是所謂的 伸展類的運動 類似瑜伽跟皮拉提斯 他們有做一些研究 但是目前瑜伽跟皮拉提斯 能不能改善那些疾病 高血壓 糖尿病等這些風險 還沒有很好的證實 可是有一個東西是很確實的 它對於背痛 以及骨盆這樣的不舒服 是可以緩解的 我這一胎可能懷雙胞胎 我真的肚子太重了 我覺得我脊椎跟骨盆都還在痛 為什麼會痛 好 因為妳本來就會不舒服 不是 妳要想 好 因為妳沒事 妳肚子什麼時候那麼大過 所以身體要很多的適應 第二個 其實是因為照顧小孩這件事 原來是我太辛苦了 我要回去跟我老公講 目前瑜伽跟皮拉提斯 能不能改善那些疾病 高血壓 糖尿病等這些風險 還沒有很好的證實 可是有一個東西是很確實的 它對於背痛 以及骨盆這樣的不舒服 是可以緩解的 所以對於孕期的運動 我們是支持 而且國外的 游泳呢 游泳沒有特別討論在這裡面 是因為游泳它對於飄 游泳有一個前提 游泳最好是懷孕前就會游泳 你不要懷孕的時候才會說游泳 太重了 但是現在游泳有水中的一些運動 那可以減少福利 的確對背後肌肉也有改善 但是在國外最重要的是 它9到13週就開始了 在台灣我自己都不太敢叫 以前沒有運動習慣的人 9到13週運動 因為萬一他一運動出血 大家要扛很大的責任 會很麻煩 其實我想這個前提就是 你是不是一直在運動 對不對 就是說你是不是一直有這個 運動習慣 你不要說人家懷孕運動 我懷孕了我去運動 其實很危險對不對 我曾經有病人 甚至他一下拿中的東西 他寶寶整個下垂桿之外 他後來他自己描述 他懷疑他懷孕生產的時候 脫肛跟這個有關係 真的 因為他肛門 壓他 因為他常常就是要去幫忙 拿中的東西 還有這個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覺得懷孕 最重要一個關鍵點 運動是好事 可是量力而為 第二個 以前沒做過的運動 不要太勉強 除非有人交 像這個媽媽是有練過的 有練過的 然後她天天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因人而異對不對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我想這兩位都是剛生完 到底生完多久 因為很多人就是 我生完了我就運動了 生完要多久才能運動 一般就要看媽媽 傷口恢復的狀況 因為有的媽媽是自然產 有的媽媽是婆婆產 所以她傷口癒合的狀況 每個人是不太一樣 還有你自己產後調養 身體的一個狀況 一般我們來說 簡單輕微的一些 簡單的床上的一些伸展運動 也許你產後沒有不舒服 你就可以開始做 可是如果真的要到一些 比較有樣 像剛剛陳醫師說的 慢跑 游泳 運動 我們通常會建議 大概生產後兩到三個月 兩到三個月 對 整個身體恢復的狀況都不錯了 然後整個 妳運動了嗎 都不錯 我還不太敢 因為我剖腹 我剖腹 有傷口 然後我的醫生是跟我說 可能要再 三個月 對 三個月到六個月 我覺得聽起來好久 然後又加上我這一胎 可能懷雙胞胎 我真的肚子太重了 我覺得我脊椎跟骨盆 都還在痛 我就睡覺 或是起床的時候都會痛 然後走路也會痛 我就想說到底是發生什麼事了 怎麼生完了 還一堆事在身上的感覺 為什麼會痛 當紅酒是正常的嗎 還沒恢復嗎 我懷孕本來就會不舒服 我懷孕要揭露這個事實 其實我跟你講 懷孕真的 好像都是他的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還在痛 不是 你要想 懷孕 你沒事 你肚子什麼時候那麼大過 郭坦克醫生是身負重任的 對 你什麼時候那麼大過 所以身體要很多的適應 身體要四方一種叫鬆弛劑 鬆弛劑讓你肚子放鬆 讓你骨盆撐鬆 當有這個鬆弛劑的時候 你在被撐鬆的時候 沒那麼難過 可是撐鬆了總要縮回來 所以東西在縮回來的時候 你一些痠痛不舒服 就會慢慢的出現 第二個 產後為什麼格外不舒服 其實是因為照顧小孩這件事 如果你今天產後 完全不用照顧小孩 我覺得他的輕鬆感會差很多 是喔 原來是我太辛苦了 我要回去跟我老公講 對 沒有 像他這樣子 小孩要特別照顧 那更辛苦對不對 其實是 從月子中心回來 好像只有在家裡待過兩三天 最近才出院 醫院住 可是回家照顧 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滿可怕的 雖然他有帶那個呼吸器 但是很怕他會突然休克 因為之前發現他喉頭軟化 是因為他呼吸不過來 然後休克整個都發黑 所以其實心理壓力很大 我覺得媽媽這個心理的壓力 其實是 在月子中心也是最難克服 沒錯 因為不懂嘛 因為愛他 所以就怕他 對不對 怎麼了 除了他真的是有不舒服 即使小孩哭得很厲害 臉長得很紅 有的媽也受不了 他會不會血壓高 怎麼小就血壓高 我真的臉很紅啊 對不對 很多他就說是不是突然什麼 喘不過氣 沒有換氣 黑掉 像子萱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我覺得 因為產後本來就是 因為荷爾蒙的關係 高高低低 所以他們的情緒起伏 是比較大的 所以有時候可能就是 一個奶沒有餵好 或是一個尿布沒有換好 媽媽整 現場就哭給你看了 現場就哭給你看 我怎麼會這麼糟 我這個媽媽真糟 我是一個壞媽媽 就開始哭 可是還是要鼓勵 所以護理長 你應該要一半是心理治療師對不對 對 要鼓勵他們 因為其實哭 哭是正常的 我要在這邊說 告訴所有的媽媽 就是哭 產後哭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 我覺得適當的釋放你的壓力 是對的 然後你要有人跟你說 聽聽你講話 然後發現你的問題在哪裡 真的就是尿布包不好 我們就再包個十次 總會 奶餵一個會不好 我們再餵個十次 總會 你要找尋一個專業的人士 來協助你不會的部分 家人跟先生的支持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小燕姐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今天剛跟一個 知名精神科女醫師聊天 她自己產後的時候 她說第一個前五天 幾乎因為餵奶 但是她沒有很順利 所以都餵得不好 五天幾乎沒喝過眼睡覺 所以莫名其妙就一直流淚 出院前醫護單位就說 你要不要去參加出院會 有座談會 聽聽看人家怎麼樣 她說 她有點委婉的說 我都是精神科專門要幫人家 上殘或憂鬱症 我去這樣有幫助嗎 她說好 那就算了 歡迎你回來座談跟我們分享 結果她媽媽忍忍的跟他說一句 你以為你都醫生 你要把自己當病人去聽一聽吧 所以她真的就去了 去了以後她發現 因為有人回來分享 有人回去連續哭了十四天 現在也好好的 她突然覺得心情好很多 她才哭五天 她跟我說 其實有時候 我們太專業人士 會忘記自己也會生病 那生病需要支持 還有需要同儕團體比較 就是當你很慘的時候 我常常會安慰我一些病人 雖然是安慰 但是這是人生則緣 心情不好的時候 看看比你慘的人 你心情突然會好很多 我也告訴我一些同事們 他們就覺得 我怎麼怎麼 我說你去醫院 你去醫院 你去醫院去看一看 就是你現在四肢健全 所有的人還在工作 其實你沒有那麼慘 你去看看那個 可能生病還沒有錢 可能有錢 但是治不好的病 那都是無法解決問題 那你只是一個小情小愛 或者是一些工作上面的煩惱 就在那裡 我去醫院 真的 我也是因為禪後 然後才跟我老公感情變好 因為我就是感覺上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在月子中心 我看不到我大兒子 我那時候傷心好幾天 我頭幾天住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我一天到晚就是想到我兒子 就哭 我都看不到我兒子這樣 然後我老公都覺得我怪怪 他想說有這麼誇張嗎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體認到一個事實說 就是大家如果可以 就是開心心的生活在一起 其實很多事都不用計較 我就對Stanley越來越釋懷了 我本來對他有很多要求 想說怎麼都沒有 事情沒做好或是就是 一直嫌他胖 對 後來想說他好好活著就好了 我就看開了 然後感情就越來越好這樣 對 那妳像妳是嗎 妳有哭嗎 因為妳這麼多狀況 特別是因為擠奶在哭 因為完全擠不出來然後又痛 然後半夜因為痛到受不了 就爬起來偷哭 而且他老公還把他滴滴 人生的滴滴的出乳喝掉了 因為那時候寶寶一生出來 就先送去醫院做檢查 然後因為寶寶不在 就沒有辦法吸 也就擠不出來 好不容易就擠出來那麼一滴 他說寶寶不在 那我喝掉吧 怎麼珍貴 所以不想試試愛 對 而且這個附帶子質 我不要浪費 我是覺得 其實像他講的 就是說 產婦在院子中間也好 回家也好 其實是一切問題的開始 要面對大大小小的問題 沒錯 小朋友拉太多也不行 今天拉不出來也不行 洗澡沒洗乾淨 好像打個噴嚏 就要大家怪來怪去 是你沒罐窗 是你把衣服拿太快了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萬般的問題都會起 然後你再去翻書 書上絕對沒有寫 對 都是一些經驗值 就是照顧小孩 就像我跟很多媽媽說的 照顧小孩不用去翻書 也不要去問人 因為孩子就是你跟你先生的 照顧小孩沒有任何的訣竅 就是長時間的跟孩子相處 你越要跟他相處 越要照顧他 你才會了解你的孩子的 個性跟特質 珍貴他的部分 每個小孩都會哭 可是他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而且他哭只是想吃鹹草 還是鹹熱 還是肚子痛 其實都會不一樣對不對 沒錯 強調營養要均衡 爸爸帶孩子偷吃素食 我老公每次都跟我兒子 就是一副在上演 我好像是一個恐怖的 就是巫婆還是什麼 他來救我兒子的感覺 我一到五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就是 煮小朋友的餐食 然後我們都會說 少油 少鹽 然後要吃很均衡什麼什麼 到了六日 常常我就是突然 如果沒預警的一回家 我就發現 怎麼有奇怪的味道 你看 麥當勞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爸爸做得不對 爸爸應該在外面把它吃乾淨 這樣 每個小孩都會哭 可是他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而且他哭只是想吃鹹草 還是鹹熱 對不對 還是肚子痛 其實都會不一樣對不對 沒錯 其實小孩的哭聲 也代表他的語言 對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胎 我跟我老公 就是聽了太多旁人的 很多的意見 還有書上 還有網路上面寫的東西 結果一開始就有人跟我們說 小孩哭了不能爆 而且很下心來 就是至少哭一個小時內 都不能爆這樣 然後 對 可是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真的很有道理 就是以免會被小孩控制 然後後來又聽到人家說 可是小孩 你如果現在不爆他 他以後長大 誰知道他心裡 會不會有陰影什麼什麼的 然後所以就說 哭了一定要爆 然後想說怎麼又翻盤了 又要爆 然後後來我跟我老公 就一直摸索一直摸索 摸索到最後我們覺得說 反正我們的小孩 跟別人小孩又不一定一樣 我們還是用自己方式帶就好了 對 以前遇過更慘的就是 爺爺看這一本教育書 外公看這一本教育書 兩個不同派 光照顧小朋友 最簡單的能不能喝水 就有不同的流派 對 對啊 所以這都會吵不完 不過我覺得 剛剛講那麼多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我們現在太強調 都是好像責任在媽媽身上 我覺得現在我看到很多 好爸爸也一起揪引進來 那很重要 你有幾個要點 第一個要有陪伴 第二個是一起 一起照顧 第三個很重要 你的生活就會快樂很多 我現在不知道 然後都馬上Google 參考就好了 參考 但是你不能把它當作 你該做的事情 或者這一定你會發生的 這樣講 就是說 因為他也是以而傳而 有的時候是這樣子的原因 所以這樣子 但是當Google上去的時候 他只說結果是這樣子 但是他沒有說前面是什麼 所以這個 你就把一定會這樣子 你會把 我會覺得會是一個驚恐的 真的 媽媽 就像今天怕聽了一半 就猴頭軟化症 每個都要去帶海浦 對 我就覺得 我們講的都會不會 但是 今天這幾天有個新聞 就是在 在哪裡 哪一個國家 就是給小孩吃植物 植物奶 植物素奶 對 就是小孩會餓死 我不懂 可是 還是要看週數跟他營養需求 對 寶寶的營養需求 其實當然在 老實講 四個月甚至六個月以前 母乳的成分是夠的 但是四個月以上 光母乳吃不太夠 副食品大概就會慢慢添加了 是 純母奶的媽媽大概六個月 開始要適當的添加副食品 那 餵配方奶的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從四個月 開始要添加 對 所以那熱量 剛剛像陳醫師說 食物都有它的熱量在 那我覺得熱量只要達到寶寶 今天一天的需求的話 它原則上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一樣 產地來源要清楚 產地來源 對 那個植物奶 老實說我是沒有聽過 因為我從事這行 也大概15年了 我沒有聽過植物奶 現行台灣有在吃這個部分 對 今天我也是看了新聞 我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前一陣子看了一部電影 就是媽媽有一種偏執 覺得小孩不應該吃什麼東西 最後他爸爸把兒子救出來 就是媽媽有一些 覺得世界上很多東西 是不乾淨的 會危害到我兒子的心靈 就不讓他吃或不讓他碰 那其實小孩就是一個 很自然的產物 他餓了就是要吃 對不對 他跟你的想法可能不一樣 但是很多的媽媽 在生孩子的時候 他會覺得那是他的 他想怎樣就怎樣 我覺得那個電影的 就是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孩子生下來 他是一個生命 他不完全是你說你想怎樣 你不想給他喝水 就不給他喝 這也很恐怖有一些 我老公他就常常覺得 每次都跟我兒子就是 一副再上演我好像是一個恐怖的 就是巫婆還是什麼 他來救我兒子的感覺 因為我每天 我一到五的時候 我譬如說我跟我保母 我保母有來上班 我都會跟他就是 煮小朋友的餐食 然後我們都會說少油少鹽 然後要吃很均衡什麼什麼的 然後可是到了六日 保母不在的時候 然後我也不在的時候 他就會把我兒子救出去 麥當勞吃 吃雞塊吃麥當勞 他說爸爸來救你了 然後常常我就是突然 如果沒預警的一回家 我就發現 怎麼有奇怪的味道 你看麥當勞 他們在吃麥當勞 然後他們就常在上演一副 男的起司還好吧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就是爸爸做得不對 爸爸應該在外面把它吃乾淨 不要按摩就對了 不要吃這個 就是至少要做乾淨一點 對 沒有 不要製造媽媽的困擾 其實真正好爸爸 不是在避免衝突 是如何削米衝突 比如說他也想吃 小孩真的想吃 我從來不覺得麥當勞那麼不好 但是太長期 所以所有研究告訴我們 真的長期大量補充是不好的 不是 不能長期吃 對 但是偶爾 父子之間或婦女之間的 一個小的約會的樂趣 或者是小秘密 其實也很開心 那是你兒子最快樂的記憶 對 搞不好 對 所以他就很愛我老公 我兒子超愛我老公 然後我永遠看起來就是一副 我一進來就像後母 對 像後母 對 像後母 那就是他兒子都連了他老公 爸爸 我要盡快 對 而且我兒子還很愛他老公 就是他也不愛我 就是他只要看起來 你這個要自己反省一下 真的 對不對 你這個要自己反省一下 我有發現 因為我住在月子中心 每天吃月子餐 我就發現 這樣子食慾會變得很不好 然後我就開始想到我兒子 我每天都給他吃 就是少油少鹽又很營養的東西 難怪他食慾會不好 偶爾被我老公帶出去吃麥當勞 好像對他來說是有纖綿的 對 我覺得 好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 我以前開會 常常他們都覺得 醫生很重視健康 都說準備很健康的飲食 開會兩次以後說 請幫我點最不健康的飲食 因為開會的時候食慾很重要 保持你開不下去 對 偶爾唯一 偶爾唯一 對 其實不能夠 當然不是說小孩子 應該吃不健康的食物 但是完全沒有鹽 沒有什麼 就小孩子嘛 就是吃好吃的東西是他的 你知道 人生的必定會有的慾望嘛 現在小朋友飲食 因為黃仲霖今天沒有來嘛 小朋友飲食我覺得很重要 其實是精緻類或者加工類食物 真的要少一點 另外小朋友的味覺可以被培養 其實好東西 所謂好東西不一定是 那麼加工太多的 好東西是好食材的東西 其實吃多了 他對於那種加工類的東西 他自然會排斥過來 他也不喜歡 不過結論我覺得 可能是依依要調整一下自己的廚藝 少鹽 少糖 還是可以煮得滿好吃的 真的嗎 他的廚藝我們吃過 對 很好吃 好可怕 沒有 那一天 那一天很慘烈 我超想把那一集銷毀的 他那一天 坐上來 番茄炒蛋 就一上來 我們就看了 那一盤就 就這個表情 就是你絕對不想去吃它 所以結論就不是再少人吃 好 好 好 現在很多的這個坐月子 什麼喝水 洗澡洗頭 我想大家都可以了解 可是很重要的是什麼 吃什麼東西 發奶跟退奶 妳有吃退奶的嗎 後來 有 後來痛到不行 要輕輕碰一下就超痛的 然後那個護理師就叫我吃一點點韭菜 就可以了 他就稍微退了一點點 就沒那麼脹了 這麼靈嗎 可是我覺得那個真的是個人體質 真的說 妳說要退奶吃什麼人參 韭菜或生脈牙水 那真的是看個人體質 有的不行是不是 有的像妳的體質可能 剛好對食物比較敏感 吃一點點都退了 有人吃了10斤 20斤也沒有用 對啊 所以 滿身韭菜味 還是那麼大 還是沒有用 等一下如果所有真的有想要考慮 要讓奶水稍微少一些 因為妳是真的有困難 因為薄薄不在身邊 因為其實薄薄是最好的洗乳器 因為薄薄可能有一些狀況不在 那自己正確的紀錄還是沒有的話 或是有一些考量 可能之後有一些上班的需求 可能沒辦法要擠奶 可能真的想要退奶 我們真的要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 因為他真的 這也要協助 這要有 他有 所謂的退奶 我個人是不鼓勵藥物退奶 因為我們看過太多 當那麼脹 藥物退奶其實效果一定明確 也很快速 可是快速的乳腺的萎縮 不過其實以後胸型會比較不好看 你說會下垂 下垂是其實北半球會比較塌一點點 所以穿衣服會不好看 我如果真的要退奶 我其實多數也會鼓勵 剛剛講的食物 以及讓寶寶慢慢協助妳 這才是最實在的 少接觸 少刺激 對 把那個脊乳的時間可能 真的要退奶的話 要慢慢把脊乳的時間慢慢拉長 不是一下就完全 不是水龍頭 一關就停 沒有 他是要慢慢的 好 我真的替妳問 生完肚子還這麼大 正常嗎 對 要看 她雙胞胎 多久了 大家知道氣球 吹一次很難吹 吹兩次就會很好吹 是因為鬆掉了 我們肚子 很多人生完就覺得 肚子怎麼那麼大 其實肚子你看到的部分 有好幾層 一個叫肚皮 一個皮下的脂肪 第三個是肌肉 後面還有一個翹膜層 很多人剛生完是皮有點鬆 脂肪有點厚 脂肪呢 你如果有慢慢運動 其實慢慢會回去 可是皮的鬆弛 以及肌肉 翹膜 這一段比較難自己回去 月中心真的看到非常多 爸爸就 媽媽來坐月子 其實像爸爸來坐月子 他自己在房間大吃大喝 吃一些你們不能吃的什麼 炸雞 麥當勞 肯德基他都叫進來吃 我老公就真的講出來 就是去月子中心的時候 他都每次都說 來度假了 然後我就偷瞄他 也有講說你是來度假 我是來那個 就是照顧身體的 很多人剛生完是皮有點鬆 脂肪有點厚 脂肪呢 你如果有慢慢運動 其實慢慢會回去 可是皮的鬆弛 以及肌肉 翹膜 這一段比較難自己回去 所以這個要靠一點運動 運動肌肉會變得比較結實 它會回來一點點 但是其他的鬆弛 有時候真的難 我舉個例子 我曾經有一個病人 其實他就是體適能 體適能的一個教練 他沒有懷孕前是六塊肌 但是他第一胎懷孕完以後 整個肚皮鬆掉 他第二胎在我這邊採檢 我一看到說 你這個真的很鬆 可以 不至於到可以這樣子甩來甩去 可是是垮的 他其實壓力很大 因為他靠體適能在教學 然後第二胎我們就幫他開 他因為剖腹材 我開到的時候順便幫他看 他整個肌肉變得很薄 以及那個翹膜整個鬆掉 所以像這種 剖腹材可以看到這麼多 有 你的意思沒跟你講而已 對啊 他們可以看這麼多東西 對 可是因為這個案子比較特別 我特別幫他做一些處置 我把皮稍微真的是拉掉一塊 是可以拉掉一些的 第二個 我翹膜 因為它鬆掉的部分 翹膜是一個很緊實的組織 整個鬆掉 我們把它拿掉一塊把它拉緊 它有比較好 可是光肚皮的鬆弛這一塊 它就沒辦法達到 所以這部分我常常講 靠自己不用錢 運動運動 如果會改善不用錢 靠我們就要錢 因為像現在也很多 醫美觀察到這部分的市場 可以讓皮膚變緊 肌肉 脂肪變緊實一點 是有工具可以幫忙 可是我們通常會建議 三個月以後再說 因為前三月你先自己努力再說 所以其實生產前 就要先跟醫師講好說 可不可以把我把一些東西割掉 是不是 來不及 你剛剛說的時候 我就想這些人一定會在想說 你看到我們這集播出以後 你就有孕婦來跟你抓 醫生 幫我說一下 對 要看情況 因為我剛剛提到它真的是特例 一般來講 我們皮會削掉一些 可是削也要看情況 因為真的 有時候真的要消 我們叫做切皮手術 有的真的像100多公斤 變到7 80公斤 它少了40公斤 它整個皮是垮掉 切皮手術是整個像 切腹自殺一樣 這個要切掉一整塊 可是婆婆生產 你只好你只有這一小段 所以我們只能拿到 一小段的皮 它比較沒有辦法 整體鬆的話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還是要靠自己 我實在很怕造成 婦產科醫師出現了 然後又沒回來 還是要有限度 還是要評估 其實我在想 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有一件事情 我想現在很多爸爸都參與了 但是在月子中心 很多爸爸都覺得好像 對 爸爸是來度假 先去一點月子餐 然後手機玩一玩 然後真的碰到好多 我不知道兩位的先生有沒有 我們在月子中心 真的看到非常多 爸爸就媽媽來坐月子 其實像爸爸來坐月子 他自己在房間大吃大喝 吃一些你們不能吃的什麼 炸雞 麥當勞 肯德雞 他都叫進來吃 然後看了你的月子餐 也覺得很新奇 沒吃過也吃了 也把媽媽的月子餐也吃了 然後他就在房間 還會打電動 玩得太過分 他們會把電視的主機 接成他們的那個 對 然後他們就把 媽媽也不能看電視 媽媽就 因為被爸爸拿去打電動了 對 然後媽媽就 因為他說產婦要好好休息 不能用眼過度 所以電視你也不要看了 接我的電動玩具在打 然後可能爸爸還太開心 可能叫朋友來一起看 說來看寶寶 大概三分鐘 之後就去會客室開派對了 然後就開始大吃大喝 喧嘩 然後媽媽就說 你不是應該進來一起協助我 協助我照顧寶寶嗎 所以我覺得 爸爸還滿奇妙的一個動物 就是他們 產後真的要協助媽媽照顧寶寶 不是 現在已經很好了 以前是說 把媽媽送到月子中心她就走了 現在就是說 我有陪 但是陪的方法有點不一樣 所以拜託爸爸 到月子中心的時候 是協助媽媽 不是來度假的 沒錯 而且要用心陪 不是用月子中心陪這樣 不是人心力排 好 幸好你們兩個老公不是的 好 是不是我們現在不知道 他有一點 我老公就真的講出來 就是去月子中心的時候 他每次都說 來度假了 然後他就聽著想 他真的 他有說過這句話 然後我就 偷喵他也有講說 你是來度假 我是來那個 就是照顧身體的 對 但是他 我猜那一段時間 真的是他人生非常美好的一段回憶 對 好 其實今天很開心 知道的姨姨這生完了以後 夫妻感覺也很好 也希望你的寶寶趕快健康 加油...謝謝 兩位 謝謝